因為Chloe她想聽自己說的,所以她自己想錄 其他課是OK的,對嗎? 是啊 應該是OK的,不要緊 OK,你開始錄吧 因為我這課叫Hong Kong Art 主要是讓學生知道香港藝術的情況 香港藝術的發展 之前很多課我會用一個媒介去分析 講到差不多八九十年代了,就會講到一些混合媒體 上一課已經介紹了一些 譬如一些前輩級的,譬如唱姿、陳玉強 那些一定要講 然後我就覺得想找一個藝術從她自己創作的角度 就不是跟藝術史的角度 去到講一個媒介到底是蜜浪、媒體藝術 然後我又馬上想起你 其實Chloe為什麼我會認識她呢? 其實都是因為作品而已,老實說 我記得第一次看她的作品 或者有留意她的作品就是 在雨傘運動之後 然後你在影片中觸碰過剪 一會兒你的PowerPoint裡面 我知道也有選到那類的作品 就是回應雨傘之後的情緒 那個城市的面貌 包括譬如你會拍攝旺角 即旺角曾經佔領過的時候 那個街道的情況 做了一個video的installation 然後又用了滴眼淚滴水的方法去蒸發了 然後又見到一個示威現場的影像 那次其實我還沒認識你的 但我已經覺得 嘩!這麼厲害的 一個是 因為那時候是SCN畢業 對嗎? 對 成大畢業 然後做出來的作品 其實已經有一定的高度 以及一個完整度 而也都是那種 講社會運動其實很難的 但接著原來發覺她的情感 在一個media arts裡面 都很濃厚可以令人看到 所以就開始認識了 我都不記得第一次見到你是什麼時候 然後見到你就 過了加拿大讀書 就讀過Master 也知道你想留在那裡發展 到現在 你又找到新居了 所以就想 今次就找你過來跟同學講 你自己個人的創作 也鼓勵一下同學 因為其實他們這班 今年畢業的 他們正在做畢業作品 7月後 可能若干同學會繼續升學 繼續去找他們自己創作的路 嗯 是什麼程度? 就是 那個program的名字 其實我都不記得了 hi deep in 不知道什麼 我從來都不理這個 因為不好意思 我要看回貓子 我都找不回 hi diploma in 5 arts 對 你跟我說 那個range 有些退休 有些是可能 小時候 有些是想充實自己 再讀 是啊 因為ASKU的特色是什麼呢? 他會有一班中學畢業的同學 會上來讀 其實ASKU也補充了一個 在香港一個缺乏的位置 就是這些成人 其實他們可能做了一輪 然後他們想去接觸藝術 讀藝術 但是其實 每個學院都相對困難 所以ASKU就會收到這一班的同學 我們這一班好像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十個八個 嗯 那我可以說 多一點關於我 怎樣啟發我 用那個媒介 有些事情 可能會 適合他們聽多些 好啊 沒問題啊 我會看到 那個 slide嗎?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自己分享一下 你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因為呢 你一直分享一下 我先介紹一下 因為呢 他是成大創意媒體中心畢業 那 SCM的人呢 對我來說是另一個宇宙來的 OK 因為他們對於一些programming 對於一些科技的事情 他們很快 跟著 Khloe之前 其實已經傳了她的slide給我看 我在Google Drive 是看到的 但是呢 其實我是不知道她用什麼牌 而且我又是PC人 我不是Mac機人 所以整個細節 我都是完全不知道什麼 所以我應該是開不到 即是如果我用我的電腦 我應該是開不到的 是啊 所以要靠你去到share screen 好 你開到? 其實是個link來的 哈哈哈哈 我不是capped screen給你看呢 有一些是灰色 我什麼都看不到的 好 所以我也不知道 Anyway 你share到嗎? 我用另外一種方式 先等等 不好意思 不要緊 不要緊 不過我可以說 我選擇SCM的時候 是因為我之前已經學過畫畫 然後我選擇 我想讀藝術 但是我覺得 可能那時候 技術 這些東西剛剛興起了 所以我覺得 好像找一個 完全我不熟悉的東西去讀 好像會更加 有挑戰性 所以我就選擇創意媒體 其實我也沒有問你 其實我也沒有問你 你那時候中學在香港讀的 是啊 然後 叫你考完DSE 就直接去讀SCM 我是會考A-level的 A-level 好低 好低 不緊張 都是中學畢業就去讀 是嗎? 是啊 是啊 我是先讀A-level degree OK OK A-level degree 是 那個A-level degree 就是整個 整個可以讀Bachelor degree 因為都是成大的A-level degree? 是啊 是啊 他們會有一個保重制度 我知道 是 好 可以了 我要怎樣用 它有一個 下面有一個 就是Share Screen 看到了? 好 好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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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那次最 不過 我再說多一點 就是自己的背景 先說一些作品 因為作品我覺得我可以挑來 挑來說 但是好像我的經歷 他們不知道會不會有興趣 多一些 就是他們想聽作品 不要緊 請說 然後呢 在學校裡面 可以讀 programming photography 他們就會 那些老師多數會介紹 就是當今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可能在香港 就很少 reference 所以 很少artist的 reference 可以說 所以 多數我聽的都是西方 一些contemporary artist media artist 做的 word 比如有 有些artist 叫做 Stalak 就是做 bioart 就是它是 中了一隻耳朵 在手上 那些 有介紹 我們有介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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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介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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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我 那些老師解釋的時候 他們都會講解一個原因 或者 怎麼樣 那個media 和那個art 怎樣 可以做一些thought 就是很刺激你思考的東西 那所以呢 我們都很重 concept的一件事 不過呢 我 就是出來之後 和你們 比如中大 那些 比較之下 我覺得好像 我們少了一個practice 就是 在學校裡面 我們是沒有studio的 我們是沒有的 我是沒有一個概念 是有一個studio 你是一個地方 去不停practice 我們是沒有的 現在可能有一點點不同了 可能他們也有一點點地方 可以做一下work 但是我是沒有這個studio practice 這個概念 就是你有自己一套philosophy 然後就 develop 所以 所以 你看到 可能 SCM出來 做art 那些 多數都是圍繞著 媒體 那些 但是我們是之後才會再找 topic 如何去 wrap up 這件事情 不過 就覺得 fine art 或者visual art practice 那些 就是 他們本身有建立自己一套語言 每個人都不同 然後 再選定一種媒體 媒介 然後 就不停鑽研 去發掘一些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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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 每個 課程都沒有 不同的 topic 就是 學programming 那些 然後 再介紹一些artist 但是他們是沒有一個連貫性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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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一個意識是 我估計是要 連貫 又 consistent 這樣 所以可能 他們的訓練可能就是 很少會做artist 譬如 百幾二百人 裡面 可能只有 幾個才會 立志想做artist 這樣 對 相對下 其實他們可能 想訓練一些 是 真的 對媒 對媒 有觸覺的 他們可能會做 電視台 做 電影 做 web design 做 寫app 這樣 他們就會 即是 他們會 critical 去想 如何用這個媒介 去 服務社會 剛才 Cody說了兩點 我覺得很重要 第一件事 就是 的確是 fine arts fine space 的一些課程 他們是studio practice 很重要 即是老師都會 說 studio很重要 如何開始 studio 或者你如何 和studio的空間相處 形成一個環境 讓你做創作 而art school的同學 我知道最難 就是沒有空間 但是你剛才就說 其實原來做創作 你的經驗就是 一向都沒有 其實 但是這件事也是做到的 對嗎? 很幸好 我是畢業的 畢業的 畢業的一年 差不多畢業的一年 我已經入住了庫德樓 所以 OK 所以 其他同學都 自己找辦法 去做final year project 那時候我很幸運 有一個地方 所以可以做到 Balloon Balloon 工作 一個 我先看一下 你可以展示一下 對 我幫你補充一下 就是什麼 你在庫德樓 不是自己一個studio 都是混合 和其他人 我記得你說過 很搞笑 你跟我的訊息說 你希望世界成為你自己的studio 是 是 你這件事其實是很厲害的 哈哈 因為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 可能因為我自己 不喜歡有太多速播 譬如 可能 我來到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我又停了 一年回來香港做工作 Gap year 然後 我又搬回香港 那些事情 我下意識發現 以一個 我自己人生的自學來說 我覺得 越多東西累積 就是 搬來搬去 就令到我很多負擔 然後 又要扔 又要 給別人工具 那樣 我就覺得 好像 其實 如果我想創作的話 去到哪裡 如果有inspiration的話 我就要 就地取材 我喜歡這件事多一點 就是 我有看過一個 interview Felix Gonzales Torres 的interview 他也是不喜歡有studio的 那 他說 然後 我很同意 看完之後 我就發現 我就輸了一口氣 因為看到 每個人都要先有studio 然後我就覺得 我是不是自己 自己有一點問題 我覺得當然 studio會 觸迫了我的 觸迫了我的練習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在studio 因為你要交租 那你就要想 我要不停地 賺錢 對 但是你 produce的時候 你已經給了一個空間 已經困住了你 就是你 已經覺得 我一定要在這個空間裏 去produce 但是其實 他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做的工作 也是覺得 他覺得 studio 就是困住了他自己 而他 反而是令到他懶 就是他覺得 沒有studio 才是一個挑戰 令到他可以 可以 考慮 studio 其實是一個 所以 明白 對 對 這也是我之後 看他 interview 覺得 我完全很同意 對 我完全很同意他 說法 但是 這件事 我有一點點回應 我想 跟學生聽得清楚 第一件事 就是 有一點背景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做創作 做artist 或者其實在一個行業裡 很多時候會有很多 overseas 的一些合作 會迫著你飛來飛去的 而這件事其實是很近年才會出現的一件事 因為有一些人的習慣 我不知道是因為訓練出來 還是因為他本身的性格 他真的要適合一個地方 他才可以慢慢地做事 但有一些 例如 Cloe 你的媒介也好 還是你的人的性格也好 你都很適合流動 或者你會 因為這種流動 因為這種變化 而給你很多的inspiration 當然 同時可能有很多 struggle 可以給你 是 但是 對你來說 這也是正面多於負面的一件事 嗯 所以 其實是很大的挑戰 知道的 明白的 所以Balloon這件 你是當時怎樣做的 其實我開始 這是我第一個畢業作品 我當時想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做一件作品 是回顧 其實也不是很大的 說到好像要回顧 自己有些什麼 心底裡面 壓抑著很久的東西 是想表達出來的 就趁這個機會做 因為那時候我也沒有想過會做artist 然後 我真的當這一次是最後一次機會做art 所以就創作了這個叫做burst of pleasure 就是 以一個很minimal的scenario 其實是一個生日的 即我的意念就是來自生日的 的memory 的回憶就是 就是 就是 一個比較personal的story 就是 我很小時候 家人是 不記得我生日的 那我就 有一天 真的不記得我生日 然後 沒有人 猜過什麼 然後 我就 拋頭了 是 有點不開心 但是 就是 開始令我 就是我小時候已經開始 以這件事 開始反省 究竟生日對於我來說是什麼呢?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 有人跟我說生日快樂呢? 就是那個失望和 失望和 你build up expectation 這件事 我經常覺得 這一天是最大的壓力 因為你會 expect 其實 有什麼人會跟你慶祝生日呢? 就是 你好像將你的快樂 這個快樂的權利 給了其他人 去滿足你 我覺得這件事是比較 奇怪 和很危險的一件事 所以 我就創作了 這個就是 有一個很大的balloon 那 就 那個 那個蠟燭上面 就有支針 這樣就 我就要 放在球裡 就讓球 可以 差不多可以 碰到 那支針 然後 但是 還沒刺到下去 又會回到上 就形成了一個 Tension 是什麼? Tension 張力 在環境裡面 就用了 六個月時間 去想 為什麼 去幫忙 因為有很多 流氣 的問題 還有 我裡面 還有多一個balloon 那 等等 對 你要播一播片 對了 這個發現 原來 都很重要 很多人 對於我的 feedback 都覺得 這個 在我 這麼多 work 之中 都覺得 比較 都算powerful 的作品之一 這個作品最後 其實是會 爆到 爆的 所以 每一天都會 爆一個ball 但是 你不知道是何時的 那 它會 爆 接著會收 爆不收 每一天就有一次機會 對 就會爆了 對 很難 喂 你怎麼設定 這件事 等一下 我聽不到你說 不是 因為這件事是困難的 其實是 你要設定 每一天 都是有這個 程序 但是又是不爆 當然是第一次會爆 是啊 是program 寫的 大家現在看到 都等你動 如果想做的時候 都很害怕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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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Gallery 就會這樣爆 是不是 是啊 Gallery OK OK 我在Ten Trans3 Lane 一個中環的Gallery 那裡 放 那 然後 然後 我在加拿大 也放了一次 那時候 那個 團體就叫我 不用爆了 就這樣 哈哈 就這樣 哈哈 就這樣 就算了 哈哈 因為會嚇到觀眾 是不是 就是你又不知道什麼時候爆 還有 還有我那個 其中一張照 我不知道有沒有 sorry 這個 這個 哈哈 這個是一個商業 商業中心 其中一個建築 哈哈 所以你的資格很噁心 哈哈 所以 就是 對 哈哈 這個 是 莫朱拉有個 藝術館 藝術館 因為 莫朱拉是一個很冷的地方 到冬天 他們就想辦法 怎麼可以 叫人出來活動一下 所以有很多藝術館 其中一個藝術館 就是 他們放很多作品 在地窄 即 就是 地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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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窄之間 有個地下通道 很長的地下通道 他們就 放相片 放其他東西 其中一 我就參與 藝術館 藝術館 這樣 這樣 那 那就是好像 在其中一個 地窄 就是尖沙咀和尖東 那類通道 對 通道 再加 又有 Metro 很多 就是K11 多於K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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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點 因為K11 那個不是Festival 他純粹 自己選幾個藝術館 然後 經常都有一個Theme 但這個 很多藝術館 等等 等等 再說什麼 好 接著 我先說一下 這個媒介 就是Media Art 這件事 對於我來說 如何啟發我創作 如何創作呢 就是 因為 我們很多時候 要涉及一個 叫做Time-based的東西 因為 Programming Video 所有的東西 都不像一個 Sculpture 擺放在那裡 你要想 隨著 的時間 如何 如何變化 這件事 所以 對於我來說 可能我會想像 很多 好多東西 好多 object 如何 首先 它的 meaning 我想表達的東西 而 透過 可能 摩打 透過一些 機械性的東西 我如何可以令到 那個 object 可以 產生一些 的效果 Visual的效果 而可以達到我想 表達的東西 我的情感 所以 我就會想很多 譬如 可能 如果 牙刷碰到自己 或者 那個 紙 在那裏 或者 對門 又開又關 很多我們日常生活 看到 用的東西 他們的 開合 和 碰到的時候 那些感覺 究竟是甚麼 對於我來說 我經常都會想很多 這些 這樣的東西 嗯 Oye 等一下 你這張照片 看不完 噢 我覺得 不知為何 對 現在看到了 這邊 不知為何 噢 等一下 我想 我 沒有了一邊的東西 我 我不是很會用數字 哈哈 不要緊 我也不喜歡這個 哈哈 都不要緊 OK 現在這樣OK 好了 嗯 嗯 然後 那是否可以說 甚麼藝術空間的展覽 啊 好啊 這張牙刷我也有看的 對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比起 啊 我應該說 我可否先說 那個 Videotouch 那個 因為 Videotouch 是一個比較 複雜的 技術 我想說一下 為什麼我 有一個 很複雜的 技術 的 創作 嗯 好啊 這就是 我剛才說的 我在Videotouch 第一次看 Koe的作品 亦都是關於雨傘運動之後的一個回應的作品 嗯 那我就創作了三個作品 那 其中一個作品就叫做 Exposed 中文叫做 布曬 就是 你現在看到 這裡有一條柱 其實是扶手來的 嗯 那 嗯 我就 然後 就 嗯 她的扶手其實是設置在牆上的 對 真的是一個手掌 但是那個手掌是不能碰的 對了 那 就 聽到我說話嗎 因為 Videot 有些雜聲 不如先看了Videot 你會這樣嗎 這一齣 的 東西 好 然 有些人 是 那裡 是 這是 那裡 有些人 有 shapes 有些人 有些人 你的影片是直接拍還是什麼呢? 因為太黑了 對,那裡很暗 所以很難拍,我沒有一個比較專業的鏡頭 所以沒有辦法,太低 我幫你形容一下 好 對,因為那裡很暗 然後那條管,剛才Cody說是Handle 其實那裡是一個發熱管,很熱的 然後上面有一排的東西,好像那些印刷一樣 即是那些印刷會滴下來 但不是滴印刷,應該是普通的水 滴下去的時候,因為那個Handle很熱 馬上會蒸發 所以剛才你看的影片,有些東西滴下去是水 聽到一些聲音,其實就是踩一聲的聲音 而因為那個金屬管有水蒸發 其實金屬的表面就會留了些空 還是留了些東西? 所以那些水其實都有些痕跡 我記得那時候是水蒸 水蒸 對,水蒸 對 因為剛才那個影片比較暗,看不清 那裡的管上面其實是製作了 應該是雨傘運動街頭的人的畫面,對不對? 其實正確一點來說,這個是游行 就是七一遊行 但是也是游行 我純粹是 因為我那時候住在富德留舍 都是北京的地方 我覺得由上面拍下去是一個比較有趣的角度 所以我就拍下了 但是那時候我沒有想到怎樣做 然後再創作的時候,就用了這個影片去應付 關於... 全部補充這件事 因為每一次七一遊行都是超級熱 超級熱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很... 哇,真的... 這群人很辛苦 出來發聲 但是... 這麼熱 都要... 這樣出來很辛苦 我覺得 那所以... 那所以... 還有... 那些水滴 一聲就是... 在空氣之中 沒有了 那就有點像是 當你發了聲音之後 但其實... 最後有沒有聽到呢 就消失了 就沒有了 所以... 哈哈... 你這樣說到很徒勞 的確是這樣想的 就是... 那一下消失就是... 塗過一下... 塗過一下都有一種... 好像拖除的感受 可能一些酷刑都是... 對啊 可能用熱啊... 用火啊去... 去... 對... 對... 類似這樣 就是... 種種的原因 以及... 感覺 那... 就令到我覺得... 這個是... 一定要... 就是... 我創作這個 的 motivation 嗯... 嗯... 所以就 combine 了水啊... 熱啊... 熱啊... 熱力啊... 還有遊行這件事 去... 去... 做這個作品 這樣... 嗯... 真的很熱 對... 我都覺得是很熱的 而且... 因為現在看電影也感受不到 就是... 其實塗過一下 你想像到是蒸發嘛 就是有些蒸氣嘛 其實蒸氣有溫度 有濕度的嘛 其實是... 可能大家同學會想像到 其實在展場的時候 其實你還會感覺到 這種... 熱力或者濕度的東西 是啊... 而... 我會覺得是... 嗯... 嗯... 行使公民權利那種的辛苦 那種汗水 嗯... 同時也都... 譬如Koe剛才說 其實也是一種酷刑 一種... 很徒勞 會一順即勢 你做了 都是等於沒有做到的一件事 嗯... 唉... 我想做回這件作品 哈哈哈... 就不可以的了 有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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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在香港已經不能做這件事 我都... 嗯... 不是的... 是啊... 不是的... OK... 那... 這個都幾... 嗯... 我都幾滿意那個效果 就是... 很... 符合到我想表達那種感受 那... 那...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 叫做... 如果... 如果那刻來臨 那... 就... 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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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盒 然後裡面是一個projector 來的 那... 這個影片呢 純屬是... 我... 我在... 中... 在... 金鐘... 金鐘一帶走的時候呢 就... 聽到... 或者看到... 一個男生在玩一個... 不知道中文叫什麼呢 就是... 劍球 哦... 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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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球就會... 就會... 你就... 你就會... 其實不是拋的 而是繩子的 是... 是啊... 你要摺花 你就會玩很多花式 那... 然後呢 因為我那時候走的時候呢 是... 早上可能六... 七點鐘 六... 七點這樣 那... 這個很清脆的聲音 那...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都純屬 還在睡覺 或者在休息 那... 所以呢 呃... 我純屬是拿了... 這個... 就是我看到的東西 拿了這個object來 去... interact with 這個... 這個窗 因為那個窗是一個有鐵絲的窗 那... 是一個... 有一種權力的... 權力的... 鬥爭在裡面的... 對於我來說 對於我來說 就是一種... 玩具 以及... 帶一個... 比較強硬一點的... material 或者一個... object 嗯... 嗯... 對... 對...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窗呢 其實是會... 是會反了上去的 好像一個... 對... 對... 那我就... 會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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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覺得這些... 會反了很難的 嗯... 是要一些... 哈哈哈... 技巧... 哈哈哈... 哈哈... 技巧... 對... 要... 要... 先放一部電腦在裡面 哈哈... 哈哈哈... 但是不是電腦就可以了 你要搞很多東西 在背後才行 是啊... 嗯... 剛才你說的那個玻璃窗 有鐵絲網的玻璃窗 原來對你來說是一種權力 嗯... 我覺得有趣的 因為當時我看的時候呢 我... 我直接想起學校的玻璃 哦... 哦... 學校很常見的嘛 這隻... 嗯... 是咯... 我不知道是因為怕學生打爆玻璃 弄傷自己啊 還是因為安全... 即是因為安全的嘛 其實是... 防火? 我不是啊 防爆然後一地玻璃 防爆 是啊... 啊... 是防爆 嗯... 啊... 你這樣說 令我想起... 因為他有一宗示威... 不是示威 即是有一晚 那些年輕人呢 他們就打算衝進去政府總部 然後呢... 就打爆了玻璃 然後呢... 就... 全城空洞了 就... 哦... 這群人打敗了玻璃 很暴力 這樣... 哈哈... 哈哈... 好暴力 蛤? 好暴力 是啊... 好暴力 然後我就... 蛤? 這樣... 什麼事啊 這個城市 哈哈... 真的... 嘩... 但是... 完全是... 大體小... 小... 小... 小事發 大做 小事大做 小事大做 我好久沒說 我... 剛剛跟你聊天 我發覺你... 廣東話推補得很緊要 真的... 哈哈... 哈哈... 我真的很少說話 這樣呢... 哈哈... 真是很糟糕 哈哈... 哈哈... 這樣呢... 嗯... 對了... 這也是另外一個原因 我用玻璃... 去做... 玻璃槍的人 去做這個作品 是的... 那... 因為那個鐵絲 我覺得很有效果 就是... 令到這件事 覺得... 更加硬 這件事是... 比較 strong 所以... 形成... 一個更加大的... contrast 這樣... 是的... 那... 那... 再配合... 每一個時段 然後... 再配合... 那個技術 這樣去... 哦... 去到這個... 中... 去到這一秒呢... 那你就要... turn on 那個... 馬達啦... 這樣... 哦... 絕對明白啦... 就是... 全部要紅暴啦... 要... 那... 那... 我就要... 就是... 我做的時候 就要... 要看著那個影片 然後... 去到哪一個位置 是... 球去到最大的時候 那我就要... 就要... 錄下那個time slot 但是... 其實... 比較難的地方 就是要... 扯... 就是... 令到那個... 嗯... 那個窗是開的 所以呢... 就... 嗯... 要試很多東西啦 因為... 你要找回一些... 跟... 那個窗差不多重的力 去拉它下去 所以... 都... 難的 那個mechanics 比起 programing 是難一點的 這樣啦 嗯...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 比較... 容易一點 就是用一個video 我真的叫自己... 不要... 我也覺得容易一點 這個 哈哈哈哈 是啊... 但是... 都... 都要... 嗯... 都差不多去... 就是... 拍了二十多天的 二十一天左右啦 每個早上 是啊... 很誠心的 因為... 我那時候呢... 嗯... 美國 movement的時候呢 其實... 我只是留下了香港... 整個period啦 因為我有artist residence 我只是... 我只是... 我只是留下了... 即... 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只是留下了一個星期 好像幾天 一個星期 整個period啦 所以呢... 嗯... 所以... 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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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dispersed 即... 驅散了那些人的了 嗯... 所以呢... 嗯... 我這些作品都是... 事後... 用我的感受... 去創作啦 就... 我未必真是... 切身地感受到...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啦 但是... 即... 我會不停看live 嗯... 這個... 作品是... 是... 可以... 令我熟悉一點點的 因為呢... 我去回... 金鐘啊... 旺角啊... 啊... 是不是中環呢? 金... 還有哪裡啊? 金鐘、旺角... 那時候主要是這兩個地區 尖沙咀 是嗎? 尖沙咀 是嗎? 尖沙咀 啊... 是... 是... 沒有了 是... 那樣呢... 金鐘有兩... 現在看到的畫面有四格的 其中... 我就用了兩格是金鐘啦 因為比較重要一點的 那... 我就... 切了那個... 我也不知道你怎麼拍的 其實是四格的輪子可以組成一起 這個有一點點換味一點的 就是切了巴士的... 對... 對... 四排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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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斑斟了 然後再一次... 那,就這種這裡就會合起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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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 Owner了一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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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想的想法是因為已經驅散了 而且因為人們經常在罵他們妨礙著街上 我想上班,沒有巴士上班 回想起擁有地方的權力 究竟是城市發展還是人們想回到另一個模式 但因為過於城市不斷發展 不讓這件事發生 但要轉變,要停下來才可以轉向另一個方向 所以用了停下來和合在一起 或者不停地向同一個方向走 這件事去創作這個作品 所以我就這樣切了那個 對 有點中文 切了那個圖 然後 你現在在學法文,現在可以嗎? 你的腦袋是法文 其實因為我很多藝人說都是英文 就算在香港也是英文 我很少用中文去預備 不好意思 我想用中文說得比較親切 對,我很開心講中文 我終於是用中文去解釋我們的作品 很少學 所以 還有那個合,其實我在想 我們什麼時候才會合在一起 再團結去對抗呢? 有很多雙重意義在裡面 但是 我又覺得純粹看畫面 是一個比較有趣味性的事 但我自己內心裡面有很多希望 或者很多疑惑 究竟什麼時候才會再合在一起呢? 所以那個 叫做Waiting for another round 這個名字 就是 是等待另外一環 但是 終於等到 的確是有發生 我真的很開心 等了這麼多 四年 等了四年 然後 終於又發生了 因為那時候我也覺得 好像還沒結束 好像這樣 所以 這三件 就是回應 香港的Embra movement 的時候 這樣 但是 我記得這件 你當時設定在Vidiotash 你有一塊大的玻璃 動在那裡 純粹是 反來的 純粹是 對 純粹是 做一對一 一比一的 所以 這不是一棵牆來的 我記得在牆中間 你設定了一塊板 然後有計劃出來的 沒錯 但是之後 發現其實 影片本身已經OK 不需要 其實是不是一比一 都不重要 就是主意都在裡面 所以之後 都是這樣 就這樣播 就是這樣 就這樣播 哦 用回四部電視 有趣啊 是 是 是 因為那時候是 是描述的 不是電視機 對 這是另一個想法 看看可不可以 用四個鏡頭 把它合起來 就是把它合起來 嗯 嗯 嗯 然後呢 之後呢 比較簡單的作品 可能 嗯 因為 其實 如果要做一些 比較技術 的確是 比較技術 多的 的確是 要多一點時間 去做 研究 還有 嗯 都是要鑽研很多 但是每一件作品 如果我是 用idea 去先行的話 的確是 比較辛苦的一件事 每個idea 都是有 另外的技術 其實 嗯 我自己覺得 很大的困難 其實 所以呢 嗯 還有 之前 是有我男朋友 老實說 是因為有我男朋友幫我 他也是欺騙自己的 所以呢 當我們分開了之後 我就真的做一堆 關於分 真的 沒了一個技術 簡單來說 是 很苦惱啊 哈哈 那就靠自己 哈哈 那 我想你解釋了 為何你的idea會變得更簡單 哈哈 哈哈 我希望 我不會太過坦白 哈哈 不會啊 這是現實的情況 哈哈 所以 不要靠 當然 你可以聘請 或者找其他人的 但是 外資源也好 什麼都好 所以 原來就靠自己了 哈哈 是啊 所以呢 大家 這個故事 教訓大家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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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教訓的嗎 哈哈 因為對我來說 我覺得 好 嗯 因為我也想做多些 complex的作品 因為有很大的挑戰性 但是 當我變回solo的時候 就會有點失落感 哈哈 哈哈 是啊 那你解釋到這個 廢話小說 不是 你解釋到這個 things that can happen 什麼事 就是空間的那個展覽 我看到那種的直療 就是那些紅豆 red beans 然後風扇吹來吹去 那我就明白那個情緒 和為何會這樣 當時 好像有鬼 哈哈 是啊 陰魂不散 當時你記不記得我寫過你 我用獨手空房來形容的嘛 對 然後你好像突然很大感觸的嘛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是啊 因為 因為 比較個人的 這些作品 因為 分手 但是 那個 拍拖了六年的 分手 我當時不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 我純粹看作品 是啊 你看的 都很透明 那 那麼 這個是唯一 一個 KINETIC的作品 就是兩個牙策 這樣 當我有一個轉變的時候 那些人就跟我說 我的作品多了一種 emotional 比較emotionally charged 這樣 還有可能因為 事情比較簡單 那些人的接受 容易些 感受到 比較 strict forward 一點 這樣 這個就叫做 since we last met 就是 很簡單 你看到 好像不太需要解釋 對吧 應該都 是啊 是啊 你又很巧妙地用牙策的阻力 但是又阻不完 然後就會再甩 再多一個圈 那種效果 是啊 但是我 我 一個很奇怪 就是 做這個作品的時候 反而沒有 想法 我純粹在 工作室裡面 純粹是 有些牙策 然後 有一個杯 然後我經常都在想 杯子在轉 在轉 然後我就不停 試一下 放些什麼 讓它 產生 會不會有些什麼 有趣 然後 用牙策的時候 我就發現 好像挺有趣的 然後 然後就 開始 有一個構思去做 一件作品 但是 都比較困難一點的就是 你怎樣可以 設定那支牙策 一定要碰到 另外那支牙策 就是 還有你怎樣 那個摩帶在下面 又見不到 或者是怎樣 就是 都 都 要 這個完成度要漂亮 這個 因為 當你比較 著重 著重 emotion的時候 可能 你要把 那些 不需要見到的東西 要盡量收起來 令到它不可以 太 distract 因為你看到我剛才 在這裏塗上 例如水 可能 你會看到很多 技術 很多這些東西 很多機械的東西 會在 嗯 那就 有些人如果喜歡機械 就不停看 究竟你怎樣做呢 你怎樣做呢 但他就不會在這裏 令到觀眾的聚焦點 就是在兩隻牙策 嗯 是的 那 這個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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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projection 我先說一下 因為我未講到 art space 我怕堂仔未去過 這個 space 那個其實是 深水埗 應該是阿寮街 我記得 是一個堂樓來的 簡單來說 有一個有錢人 有一個業權的 那 那些藝術 包括李傑 Mary 他們呢 和Chanta 就跟他們談了 那個單位 拿他的單位做一年 簡單來說 這個就是一個 住宅的單位 唐樓的單位 但他們就把它變成一個 art space 所以它裏面呢 你看到那些住宅的通道 譬如這張照片 右邊其實是那個飯廳 然後直進去的時候 有房子 有廁所 剛才Koe的牙策 也是在洗手間的位置 其實是 還有一些水晶燈 都在那裡 是一些很家居的 唐樓的裝修 來的 其中一間房子 不是洗手間 房子也有間 誤會了 沒關係 那 那 那 好像 那個影片 應該是整個 展示室的 譬如 好 對,頭髮好像是鬼一樣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走上旁邊的走廊就會見到 沒有進入單位的,就會見到頭髮飛來飛去 所以整個單位我會覺得是一個整體的設計 分了很多不同的部分 嗯 就做了空間接觸 即是她的燈本身是在那裡的 哈哈 這個計劃是我和李傑在試玩 即是她是跟我一起在 因為我那時候計劃得很正正方方的 然後你知道她很喜歡攪拖 然後之後 她就給了一些意見 跟我走過一回合 給了一些意見 這樣 這樣 夠了 問題 所以其實 因為我同時 同時也是在做另一個展示 所以就 這個展示就變得比較簡單 純粹多一點 另外一個 我記得那時候是八尺公園那時候 我們同時間 一條街上有這個展示 再加另一個展示 那時候八尺公園 你做的什麼 那時候八尺公園 你做的什麼 我沒有展示 這個 是Bubble Machine 我記得了 記得了 因為那時候很有趣 就是同一條阿雷街 一個街頭一個街尾 一邊就是 事情 that can happen 另一邊就是 白色公園 白色公園現在都沒有了 其實是 即是Southhold 他們搞的一個地方 嗯 是 因為趕著 趕著去加拿大讀書 之後呢 我又拿了ADC分 然後呢 就要 就要同時搞這兩個展示 所以就 變成了 剛好 同一條街 同一條街有兩個展示 其實很棒 很搞笑 好像我說了事情 深水埗是你的地頭 那時候 嗯 嗯 就是這樣 這個很簡單 嗯 然後 之後的作品呢 譬如 這個呢 就真的超級概念 去到加拿大的時候 就開始創作 那時候也是 沒有那麼多資源的時候 這個叫Dependence 所以其實呢 我常常都把這個 跟牙策 覺得是 配合來的 是同一個系列來的 因為呢 都是 關於 情感的事情 就是 關於 一定要有你在這裏 我才會生存到的 的關係 那 所以 不是很健康的關係 喂 但是你剛才的展覽名叫 She Herself 哈哈 哈哈 就是 不是 現在我先解釋 這個呢 就是 我創作的這個作品 是為了 remind myself 就是 不要再那麼 depend on其他人 啦 嗯 就是得到 教訓 learn the lesson 就是 做好自己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 比較conceptual 就是用燈泡 去 啊 symbolize 啊 用電線 就 symbolize 一個燈泡 它要有了電才是 生存到的 但是另外一個 燈泡呢 就是 只不過是因為 它那個 外殼 是可以透到光 所以 它要靠另外一個 燈泡 才可以發亮 這樣 這個才可以發亮到 所以就 它們一定要黏在一起的 要不然 這個燈泡呢 就是 沒有用 就是它沒有了 那個價值 就行動了 這樣 嗯 嗯 但是很搞笑 你剛才說這件很conceptual 但是這件 我記得是在 art fair 擺過的 為什麼 你看看 很conceptual 但是在art fair 擺過 這是什麼的 art fair 的東西 其實conceptual 通常都不是很討好 賣不出的 哦 真的嗎 那我也賣不出 你想想 就是去art fair 買兩個燈泡 回家 不是吧 你明白嗎 是art fair 擺過的 我記得 是啊 但是我記得 Fiat 有個Fiat的director 可能那個gallery 那個老闆認識他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些作品 Fiat Conceptualist Taurus 但是呢 多了一種 很neat的 presentation 在裡面 我那個純粹是 被invite 去擺art fair 無緣無故 不知道之後還有沒有機會 都不知道 所以那一刻我很驚訝 啊 Curie放這件 這麼有趣 他們選擇的 不是我選擇的 Anyway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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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 有沒有看到 或者當場有沒有看到 啊 Fiat 這麼一個集價灘的環境 你覺得有沒有看到東西 哦 是 而且你這個 是設定高的 我記得是 是要設定高的 本身也是 是 是 是啊 我記得是兩個集價 要設定高的 所以 很難 因為我私利一點 我認得我才會看 是啊 好像不是很外眼 是啊 是啊 嗯 嗯 嗯 然後呢 就有 一個鐘 那時候是經常都不斷想 一拼一拼的事情 那路就是在那裡想 那 有兩個表演 我覺得這個比較完整一點 但是 這個影片好像好一點 嗯 就是 玩那個 分針 他們怎樣可以同時 一定要保持在同一個 position 裡面的 那麼 這個很draft 然後 嗯 就是那支分針就不動 但是整個鐘動 是啊 其實我是 因為呢 因為呢 鐘呢 不停向 啊 clockwise 這樣 那我就 我就想 啊 如果我要 stay 在一個 position 那我要anti-clockwise 它每一次 clockwise 我都要每一次 counterbalance 回 對 那 然後我就在那裡 轉研究竟怎樣可以 做到這件事情 其實都很難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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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每一下其實都不同 就是 首先 摩打 它不是 那麼 accurate 然後 鐘都不是那麼 accurate 每一段都不是那麼 accurate 其實 是啊 所以我盡量做到這件事情 嗯 嗯 嗯 這個是另外 最後是用到齒龍 比較複雜 這麼大的東西 是啊 是啊 嗯 還有要講 但是我想問呢 那這些 連結的東西呢 其實都是SCM 那時候開始 去轉研學習的東西來的 嗯 在SCM 其實是你得到啟發 轉研是你自己的 其實包括我相信 一行電線 要搭訪 那些 這些簡單的東西是你會做的 就是 譬如 你上課 那麼 我們今天就 我們今天就嘗試做這件事情 但是每一課 它有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其實你 純粹是 當作一個 introduction 然後 你有assignment 那你assignment 你自己選擇 你自己想做什麼 那你由那一刻開 就是你決定做什麼assignment 那你決定了那個方向 那如果技術 那方面 又比較 challenging 的話 那你要自己 solve problem 或者問同學 或者 看看有沒有老師 可以解答到 你這樣 嗯 多數都是自己找辦法的 其實是 我感覺是 讀SCM的同學要很獨立 要很困難 要很困難 要面對很多的事情 因為你每一次做的事情 因為是 depends on你的idea 或者你的興趣 而那樣東西 又不一定在課程裏面有 或者裏面的課程會牽涉到的嘛 那 然後你就要面對一些 你未知的事情 還有要做很多事 對 還有 你會fail 很多事 我聽到 剛才你那個balloon 都搞了六個月了 好像說 是 因為我當初想想的時候 是用水的 我真的用水灌進去balloon 然後因為形狀不漂亮 所以我就 拿走水 這樣 這些全部都是要靠經驗的 如果我現在回想的時候 就會知道 因為水是有重力的 所以 是不會做到我那個bisho的效果 那我就可以 少一點 用網路 但是你剛剛開始的時候 很多事 你都要靠 很多事 你都是靠試的時候才可以 還有 還有 很老實說 我有時候 創作 表演出來 很多時候可能都會失靈 或者 不知道為什麼 會不聽話 那些事情 明明在studio做到 然後可能 有些時候 先後次序做錯了 或者是 在一個未知的環境之下 用了不同的 可能拖板也好 或者 用了不同的 轉了少少的東西 不同 就會不同 所以 我經常都會 啊 就是 頭都爆 哈哈 所以你不就很厲害 你在世界各地都能夠做到這件事 因為 你很明白 世界各地的電線 也不同 插頭也不同 電壓也不同 嗯 要處理這些事情 其實是 是啊 你要 但是這些是累積經驗的 我也不可以說我是聰明 我不覺得 我完全不覺得自己聰明 我覺得 全部都是撞板撞回來 以及 問人 以及 就是 看很多資料 上網看很多YouTube 以及 要自己懂得 研究 嗯 但是 我 最困難 就是 要預測 究竟有 要預測一些不確定 就是有多少不確定 我最 不是很厲害的 就是 如何可以預時間 在一個 結束前 完成 因為 有很多未知的因素 我又不知道自己的能力 去不去到那裡 所以 可能我會 一開始選了一個 項目 可能 那個能力 我還沒到家 我就開始了 項目 然後 之後才發現 很難 很難 所以 到 又要找人幫忙的時候 可能又太遲了 所以 就 對於我來說 最大的困難就是 這個 還有 會使用很多 嗯 我覺得 比較 可不可以的 哈哈 不太可不可以的 如果你選 就是因為 我經常都覺得 你選擇了一個 範圍去創作 你就知道 多了 如果 如果你用這個 塗 或者如果你用這個 機器 去不停做 一些不同的效果 或者什麼 的話 你會 你會 預計到之後 你想怎樣 就是 你大概 你會預計到時間 今次 這些事情 究竟會怎樣 影響 就是你想怎樣 可以控制到的 是比較容易控制到的 這件事 你會感受到的 但是 Media Art 是很難受到的 就是突然之間 原來如果我要這麼正確的話 我要買 一千塊的 摩打 這樣 就是摩打 你有分 很便宜 不是很貴 這樣 我就吃屎了 沒有錢 買了摩打 沒有飯 沒有飯 我沒有買過 一千多元的摩打 但是 但是 如果要正確的話 又要沒有聲音 就是你要考慮到 因為我想像的時候 我永遠都想像到最最優秀的 但是做下去的時候 就發現 吃屎了 這個摩打的聲音 是很可憐的 現實就是現實 我這樣聽說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做Media Art的人 經常會鴨寮街 香港的阿雷街 是否這麼能力 可以找到很多東西呢? 而相對於加拿大的時候 是否比較難找到這些配件 材料 加拿大 香港是超級方便 我來到這裡 真的覺得 神經病 這裡 只有一間店 是賣 比較多摩打 或者什麼 沒有其他店 沒有其他店 上網買 多數 但是上網 又不會比淘寶快 你明白嗎? 就是 你要等 還有 很多時候 可能你 都是要買回大陸的東西 其實 就是 你要在這裡淘寶 但是 你這裡淘寶 和香港淘寶 那個時間的差距 好像是三個星期 哈哈 三個星期 那你超過地球 大哥 半個地球 是的 三、四個星期 所以 但是 有得好 就是 我認識到這裡的藝術 和這裡做事的方式 就是 他們 預先知道 他們多數都是準備 一年 就是 一年前 他們已經開始準備 嗯 香港 就不是 香港 兩個月 通常是兩至三個月 我見過很多 一個月都有的 是的 我 影片 那時候是一個月 我只是用一個月的時間做 哈哈 香港是很古怪的 香港是很古怪的 是 但是 香港有得好 就是 你要快你可以很快 因為 城市都會配合你那種快 是的 所以 我不知道這個是好還是不好 但是 就是 在這裡 你會有 一年的時間 去準備 那 你一年的時間 但是你一年的時間 你等一個 摩打 也是要等三個星期 哈哈哈哈 你明白嗎 其實 沒有 雙配合而已 沒錯 我覺得最經典的是什麼呢 香港設置 香港很多展開設置 是一至兩天 一些中小型的展開設 都是一至兩天 是 頂到三天 但是在外國 一天 它可能只是起到一塊板 是的 是的 設置的人很重要 是的 在香港很多人去到板撩 那些 是很頂不順他們那種慢 那 然後通常是什麼呢 就是 最後是 自己運香港的技術 過去幫他們設置 那 還有 例如 雙拼、螺絲 最好自己戴上 就最好了 不要煩 沒錯 所以很多人 我聽過人說 你在香港的一年代表加拿大的三年 差不多了 是的 我最不知道 所以香港人就老得很快 哈哈 是嗎 不是啊 我覺得很健康的香港人 哈哈 很健康 那 所以 我來到加拿大 最不適應就是這個速度 那所以呢 我是要 要轉 練習的 就是 我要 我想辦法怎樣做 還有我是要 計劃A、計劃B、計劃C 嗯 而且我要同時間 收拾很多東西給自己 那 到我計劃A 到我計劃1 我在等的時候 我做計劃2 然後 反正你有時間 沒錯 所以 可能 就是 所以 所以 還有 都很 很 很 depend on 你住在哪一個區 嗯 在香港 你住在哪一個區 都很近 很多 店舖 那些 但這裡 就是 如果你住比較 不是住 下層的話 那些車程 你都 浪費了很多時間 那他們的店舖 有早餐 所以 所以呢 還有 他們的貨品 不會比香港 多款式 如果你說 魔打 只有那幾款 但是 你在香港買 你可以選擇很多款 又快捷 這樣 嗯 還有 還有 價錢 貴 貴 貴一點 加拿大 這裡好少少 的 比其他地方 我試過 我試過 在瑞士 我想找一個 馬達 可能 在香港 四十元 五十元 五十元 平 碎士 五百元 港幣 神經病 真的啊 哇 我的天 神經病 就是你買了一件 還有你要等 等什麼 又要等 那些人 送給你 那些人 又會先去聊天 啊 服務了 那些客人 然後再幫你找 不夠爽快 不夠快手 這樣 所以 香港人在外地做展覽呢 他們算來算去 找來找去 可能在香港訂完 還有香港的朋友 寄過去那邊 更快 在那邊 是啊 我記得 我每次 之前 在香港 要去 例如去到達或其他地方 展覽的時候 做 我要購物去其他地方 那 那 我什麼都帶去 我完全不會 不需要買 太多的 物料 例如 連一些 拼圈啊 或者膠紙啊 膠紙啊 這些東西 我自己帶自己 全部都是自己帶自己 因為 你找有麻煩 就會貴一些 還有 真的方便一些 你帶上所有東西 對的話 嗯 嗯 還有什麼 可以分享呢 不如你分享多一件 或者Z作品 好嗎 好 或者近年一些你在做的事 好 嗯 嗯 啊 我 說 我唯有說 等一下 怎麼可以 Full Screen 你可以試一下 因為剛才Full Screen 就爆了 旁邊是看不到的 啊 都是 看不到的 對 不見了一半 嗯 太膚 太膚了 嗯 太膚了 太膚了 不太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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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個就是一個Gallery的Solo,在Montreau 那時候可能因為太貴了 如果要做Media Art的時候 我自己沒有任何設施 所以就只是做 有些是 比如Mira 它純粹不停轉 這是一個Reflection 我是在Montreau再重新做一個新的 然後有一個Video 這些就是舊的Works 但是就做了一些Sculpture 比如這個Helmet 其實展示室的主題叫做Deep Cleansing 就是關於 就是我在想 用一些Cleaning material 去做一些作品 去講關於Memory 或者是關於History 或者是關於... 都是有一點回應回香港 但是比較是... 濕透一些 因為我就... 比如這個Helmet 就是回應回香港 當時我們... 手足 去戴帽子 去保護自己的 就是用Ceramics 這個是Porsaline 但是呢 它是爆了的 就是... 我喜歡它那些... Broken的... 就是它爆了那些紋 這樣 就做到好像... 送頭那樣 就是... 我第一次... Show... Ceramics 對了 做了三個的 其實我都幾滿意 但是... 因為我喜歡它... 因為Ceramics 它的材料 就是有硬 但是又脆弱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材料 很適合說... 就是... 去... 回應回他們 那個... 就是... 又很困難 但是又... 其實你覺得他們 很多... 安全帽子 但是又不是 完全... 是啊... 喂... 這個呢... 你是直接拿一個... 安全帽子 然後製造它 對... 直接製造它 哦... 用一個... 安全帽 然後用皮革 去... 做一個帽子 然後就倒... Porsaline 那個... Sleep 下去 嗯... 我前學做了很多次 因為... 它... 旁邊... 旁邊的帽 比較薄啊 然後就很容易... 爛 但是... 因為我也沒什麼所謂 因為我也是想... 它爛爛的感覺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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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個呢... 我們看到很多三角形 就是用了... 嗯... Concrete 還有... 其實... 白色的那些呢... 全部都是... 鹼來的 我自己做鹼來的 嗯... 這樣呢... 就... 是叫做... Citiescape 嗯... 嗯... 這塊我經常都覺得像三角巧克力的放大版 哈哈... 而且你用了一番鹼啊 很白巧克力的質感 哈哈... 你不覺得嗎? 哈哈... 哈哈... 我不知道... 我沒想過像三角巧克力的 是真的白巧克力 然後上面加一塊黑巧克力的 哈哈... 這個東西是... 是嗎? 有些... 這樣的巧克力的嗎? 嗯... 什麼? 小的那隻... 三角那隻嘛... 哇... 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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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用了一個Contra 就是... 鹼和... 還有... Contra的材料 放在一起 那... 因為... 那時候是想著一個Pyramid 就是... 嗯... Contra就是代表了... 一種... 你就是... 在一個City裡面 你會看到的... 的... 的材料 就是在Public Space 你會看到的材料 是很硬的 但是... Soup就是... 一種你會... 洗澡的時候 才會用的 嗯... 而且... 它越洗... 就會越... 就是... 不是一個Permanent的材料 它是... 比較Temporary 用的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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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耗的一個... 材料 那所以呢... 就... 其實我... 那時候是想著... 就是... 看一下這個Contra 上... 第一次試一下怎樣... 用鹼去回應... 就是... 就是... cleanse這件事 就是... 我那時候想著... 簡是代表人民... 那件事 就是... 肉體啊... 比較親近... intimate的東西 這樣... 嗯... 純粹... 做個... Pyramid 是... 可以搭來搭去... 就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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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同的形狀啊... 或者什麼... 去... 去... 就是... 去... 去... 對... 我想問呢... 這個... 它舊石屎來的嘛... 對嗎? 還有... 那個... 鹼呢... 中間是有沒有黏在的嗎? 有啊... 可以黏在的嗎? 有些... 有些... 可以黏在的... 不知為什麼... 去... 因為... 鹼的質地... 我懷疑... 因為它一整整的嘛... 嗯... 而且它又會用的... 所以我想... 它會黏在的嗎? 嗯... 但你這個問題問得... 好... 有些黏... 有些黏不可能是... 我用了另一個方法 但是... 多數都是黏在的 因為... 為什麼我問黏不黏在的呢? 就是... 因為你砌這個金字塔形的時候呢... 我又即時想起那些啤牌呢... 原來小時候玩啤牌呢... 就是把那些啤牌砌成金字塔形的... 嗯... 但又很容易倒掉的... 嗯... 其實它是在砌上去... 但是你又知道那種物料本身... 嗯... 很... 很臨時性啦... 可能很脆弱啦... 還有... 那些碩子是有重量的時候... 你又不知道覺得它會不會倒掉啦...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倒掉啦... 嗯... 那我會有這種想像啦... 還有... 好像... 他們... 好像... 有些手足他們也是... 用一些磚去搭... 就是... 在街... 在路裡面也是用一些磚去搭... 可能... 我... 有一個... 印象在那裡... 然後就經常都在想... 啊... 怎樣又可以... 做一些... sculpture... 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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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擺... 又可以這樣擺呢... 嗯... 對了... 這件事啦... 然後... 這個... 你看到... 當時真的有個... 有個... 有個... 水真的... 在那裡不停射著... 之後呢... 會製造了很多泡泡... 這樣... 哈哈... 對... 比較... 奮味... 然後... 這個是... 用一些... 類似洗衣粉的東西... 去創造一些... 2D的... 的... 畫面啦...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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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啦... 啊... 我想補充一句... 這個... 還沒說完... 你先說吧... 這個也是製造了一個... 好像... 在洗... 那個... 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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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 這樣... 但這個... 是怎樣製造的? 呃... 我是混合... 水啦... 然後再混合一些... Fog spray啦... 再加一些... medium... 即是你們... 畫畫呢... 是不是有些... acredic medium... 是會... 令到它好像... 透... 就是... Glossy gel? 類似... 是不是Glossy gel? 它們有很多種的... 嗯... 我想可能類似... 即是混合在一起... 這樣... 在那裡... 噴... 然後... 嗯... 我都幾喜歡這個... 但我想補充一件事就是... 其實這件事我未看過啦... 因為你在Mondre那邊... 是... 我見到很明顯就是... 其實是要整組互相去到... 就要... re-define這件事... 就... 即是... 雖然你是一件一件圖畫的... 但我覺得整組是要一起擺... 其實那件事才是完整啦... 嗯... 所以這個是我... 另外一個嘗試就是... 怎樣可以... 因為之前... 怎樣是想... 完整一個show instead... 嗯... 一件一件活動... 嗯... 嗯... 對... 因為思維上好像又有點不同了... 我見到是... 你覺得... 你有沒有什麼feedback... 即是... 你覺得... 例如這樣... Things that can happen 那裡... 那個紅豆風扇... 是獨立的... 即使你沒有牙刷... 沒有Vidual projection都好... 其實都可以是獨立的活動... 但這裏的話呢... 它不是不可以獨立的... 但問題是呢... 它好像還沒說完一些東西... 嗯... 當你整個setback的時候呢... 互相define對方的時候呢... 這件事就會通很多了... 包括你用不同的material... 因為其實你試不同的material... 都是跟cleansing有關的... 那種material的特性... 以致用它那種... 那種physical 的特性... 連結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產生很多... 一些相同的component... 和一些相同的meaning出現... 嗯... 明白... 是咯... 嗯... 沒有啦... 其實是一個小回應... 嗯... 蠻好... Koey 你還有沒有什麼想分享? 啊... 都...沒有什麼啦... 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 我已經講完了... 好啊... 因為我想留一點時間... 給同學去到問問... 因為... 我覺得你說的東西很豐富的... 即是已經是... Media Art... 你的創作... 以至其實你的成長路... 都已經講完了... 已經... 那我想問... 同學仔... 你們有沒有... 就是... 可以直接問他啦... 有什麼想知道... 好啊... 留個contact啊... 我去到加拿大的時候... 你聯絡啊... 什麼啊... Moneta 你這麼直接啊... Moneta 你留個contact啊... E-mail 就可以啦... E-mail 就可以啦... E-mail 就可以啦... E-mail 或者 social media 就可以啦... E-mail 就可以啦... E-mail 就可以啦... 對啦... OK... Moneta 說要去加拿大找你啊... 哦... 我看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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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哈哈... 好啦... OK... 喂... 創作上面的東西呢? 有沒有什麼疑惑啊? 趁有機會現身說法啦... 不是由我說... OK... 我很喜歡答問題啊... 因為呢... 你今天說的東西呢... 對於... Art School 這堂學生來說是遠的... 其實本身... 因為Media 啦... Mixed Media 這些... Installation 都是對你來說遠的... 因為他們呢... 我們分幾個Stream啦... 他們有些做Painting啦... 有些做攝影啦... 有些做Ceramic 和Sculpture... 基本上他們現在做的... 是不是太多挑戰了... 我聽到啊... 所以其實剛才有一個問題想問的... 我有兩個問題...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想問的... 就是... 你有沒有試過撻大Q啊? 撻Q 撻得很厲害啊? 有啊... 哈哈... 但因為我每次看你的展覽... 我看過的展覽... 不覺得是撻Q咯... 什麼為之撻Q呢? 對於你來說... 搞不定咯... 或者你想做的其實做不到... 但接著又要做展覽... 退而求其至做到一個finishing的事情... 作為觀眾其實不會知道的嘛... 但你自己就好知道... 其實這個不是你原本想做的事情咯... 或者... 有... 我有一次... 八尺公園那時候咯... 開展覽... 那些人都離開了... 然後之後... 燒了... 有一塊東西燒了... 但我們只是展示一件作品而已... 然後全世界呢... 就在... 哈哈... 全世界呢... 就在... 在... 在... 天台... 即是... 外面Terence那裡... 喝啥東西啊... 但知道... 哦...Chloe搞不定咯... 哈哈... 哈哈哈... 然後... 梁志王在那裡... 然後梁志王就... 安慰我... 哈哈哈... 他也是你的老師... 因為... 不要緊... 是啊... 哦... 哈哈哈... 然後... 開展開燒了一件... 真的... 是啊... 然後... 有人... 就說... 在M Studio... 嗯... 講... 就是... 拿那件燒了... 就是... 拿回一個新的component給我... 但是銅鑼灣的... 哈哈哈... 然後... 對... 然後... 砌了之後... 幸好... 就是... 那些人沒有走... 他們在那裡等啊... 真的... 我真的... 嘩... 我有哭... 我很容易哭... 就是...那時候... 當然啦... 對啦... 不懂... 不懂... 怎麼搞定... 那... 然後... 我想... 你問... 我不知道... 我覺得... 我是最多Takill的... 其中一個Media... 哈哈哈... 不是啦... 我覺得... 因為... 其實... 很多Media Artist都會太... 但問題是太大太小的... 其實是... 我以為是很大呀... 因為我只會展示一件... 哈哈哈... 哈哈哈... 不要緊... 那時候你一個Young Artist 大家是會原諒你的... 不要緊... 嗯... 很大壓力... 但是... 但是... 但是呢... 你做了出來是很開心的... 就是... 那個滿足感呢... 因為你每次做一件作品都很獨一無二... 就是... 無論是概念還是中間... 所以... 每一次你做完出來呢... 我覺得... 有到好呢... 就是... 很多人的... attention都... 就是... 很容易獲得到別人的 attention... 這個可能是做Media Art的... 好處... 就是... 你很辛苦... 很辛苦... 但是... 做出來的人會很好奇地這樣看... 嗯... 但是... 慢慢慢慢... 我開始發現...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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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有這樣的魄力... 哈哈哈... 你真的要很喜歡做那一件事... 嗯... 而... 你才會給心機... 如果不是呢... 其實我都認識很多藝術家... 嗯... 讀SCM... 最後都是去做... 做Illustration... 畫畫... 嗯... 那... 我看到他們... 我都覺得... 都幾開心啊... 哈哈哈... 所以現在都開始畫畫... 去平衡一下... 做... 因為那個process是很辛苦的... 對於我來說... 是很辛苦的... 我現在... 不好意思... 我想... 不會再... 因為... 其實... 太多uncertainty了... 其實裡面... 我看到... 就是... 做一個professional artist的話... 如果要做professional... 或者... 做一個... career... 的話... 如果要做media art的話... 就... 真的要... 很多年的... 歷念... 嗯... 以及... 一個人呢... 一個人呢... 可能... 都未必能做得到... 因為... 很多外國的... media... 即... 做得好的media art... 可能... 都是要... 一群人的... 正常啊... 是的... 他們是... 真的... 一個collective... 誰是... 專門做programming... 誰是... 負責... 做... mechanics... 或者是... 誰是... 做... presentation... 他那個... 他的... 那些... 消行啊... 是... 是... 真的有很多不同specialties... 加起來... 才會做... 還有... 你又要... 最難... 可能... 是... 我開始... 我當初... 開始的時候呢... 就會覺得... 嗯... 我在做的事情很生榮... 然後... 慢慢慢慢開始... 做... 就覺得很辛苦... 因為... 很多藝人呢... 是要... 維持著... 新的技術去使用... 這件事是... 我自己... 老實說... 我未必有那個興趣去... 想... 我會知道的... 我會自己繼續看什麼... 新的... 新的... 新的.... 新的... 新的... 就是... 裝置... 烏丫啊... 或者是 Deep Learning ER... streamline model learning VR... AR... 我會聽其他人講... 關於這些這樣的東西... 會看看有幫助的東西... 但是... 你... 堅持著去它的語翻... 又要再嗎... 繼續練習的話... 嗯... 你真的要是一個Nerd 老實說,我之後才發現我不是注重那個技術 所以我慢慢變得很厚 我不停退後了 做的事情不是用最新的技術 我給那些很喜歡這件事的人繼續去做 我自己就覺得 我還要找些什麼讓我舒服去做 因為很大壓力 而且我的learning curve 可能不是比別人那麼厲害 所以有時候人們跟我說我是media artist 我自己都有點自外不如 因為我都不知道自己是mixed media 最初就是new media 然後慢慢變成media artist 然後就變成mixed media 因為你剛才說到那個 要update自己跟著科技走 是有這些人的 譬如蕭偉行 其實有這些人 你每次見到他的時候 他都會跟你說 最近他有收到什麼新的玩意 新的玩法之類 因為科技的發展真的很快 世界各地這麼多的人不斷在研發新的事 試著不新的事的時候 我覺得new media 或者media artist 是要追追這些事的時候 會很累 我都會聽到 是啊 是嗎? 蕭偉行是這樣嗎? 我只是以為他喜歡photography 但是他photography再加一些新的 他是一個機器人 簡單來說是 是嗎? 是 他每次都說很多機器 但我聽完之後 他講得很清晰 但聽完之後我就明白 然後我就不記得了 哦 對了 喂,有個同學仔 Kaleb 他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developed 和試一個新media 會花多久時間 啊 好看你和什麼media 如果我的話 一兩個月最快 哈哈哈哈 Depends on 你是否不用上班 啊 不是fulltime 就是parttime 就是parttime 都可以的 但是呢 以我的觀察 在這裏呢 加拿大有到好 就是他們那些art funding 是research art funding 來的 research creation 所以呢 他給你的創作 做research的時間 是可以很長的 所以我看到這裏的artists 他們做的呢 都可能 都可以 半年至一年的 其實沒有奢侈啊 有半年至一年 他們 但是你要 有個分別才可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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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有個分別的時候 其實再前提就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你已經對那個人有興趣 或者你有些basic的research 然後你才再拿個分別 是啊 是啊 那多數 他們在學校的時候呢 就開始developed這些東西 然後再看有沒有分別 可以apply 或者是 或者是 你可以present這些idea 前提就是要先試一些東西 對於我來說 目前 對於我來說 可能 只是 如果你是說 就這樣用電腦做的話 那你的價錢便便宜一點 如果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去買 那些電腦出來的 如果你是做 軟件的 就是做一些 創作的 就是用軟件的 都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 我也有些artists 可能是 做一個program 然後呢 就去 就是adapt一個 art的collection 的 就是網上art的painting 一些可能19世紀的painting 就拿那些資料 然後再transform 就是一種他自己想express的東西 就print出來 那就是那個art work 那個course很少 但是你要時間去學 怎樣寫那個software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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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 有些artists 可能他們有idea 那我就要請 拿回來 請人去 就這樣寫那個program 就算了 嗯 以前我就覺得 要付錢給別人幫我去做一件事 很 很收家的 就是我覺得 為什麼會啊 你付錢的 我覺得 我覺得 好像跟別人說 不是我會做一些 不知道想 就是 可能 還是 停留在一個 藝術家 如果他懂得做所有他創作的東西 就不算是騙人 可能有些人就會覺得 噢 這個artist做這件作品 就是 他們就會覺得 是他做完的 但是其實原來 現實其實就不是這樣 我沒有這件事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呢? 我不知道 我沒有這件事的 因為我試過的經驗就是 原來我要做某些事情 而我自己知道自己不會做得好 還有不會做到 因為做的過程 我會覺得很痛苦 還有我不想做的時候 那我發現 就不如找人做吧 譬如最簡單 我之前要車窗簾 要印的車窗簾 但我不會車的嘛 我沒有理由學 接著就直接叫遮遮到車 其實 絕對OK的 我是不斷 可能是 你已經 前提是 可能你已經有一種skills 或者一種specialties 而 而你不會覺得 你找別人去幫你做 然後就會 取消 怎麼說呢 不會 不是你所有作品的全部 即是那件事 不是代表 整個 你的collection 即是你的practice 不是車窗 那你 我明白你說什麼 我明白你說什麼 你不會 是啦 所以你不會覺得 這件事是 可恥的事 因為你提到的 很重要的 就是你那個media art 而media art 你會對於那些機器 的program 其實 跟art practice 本身是很核心的東西 如果你將這些 外資給別人做的時候 你就很質疑到底 你做的事 是不是屬於你的作品 是啦 即是你究竟做什麼呢 我明白你說什麼 簡單來說 譬如我做painting的 是 我已經 做了事 然後叫人幫我起 幫人幫我填飾 是這件事 是 因為 還有 車東西 或者畫畫 這些東西 你都知道大概是怎樣操作 即你都明白 這件事 即不是一個很 超級複雜 是要時間去 build up skills 但當你去media 這麼複雜的東西 就是 嗯 idea 是重要 但是呢 你有沒有那個 skills 去做 都很 都很大的value 都很 影響到那個 我也不是很明白 我自己想說 我明白 我舉個例子很簡單 就是 最傳統的 你用painting曬照 原來你那個 相片作品 出來的效果 是在曬照裡面 是有些東西要動 然後你才做到的 但如果你作為一個photographer 你拍完之後 跟著還叫technician 你指示我要什麼效果 怎樣曬照 然後叫人去做的時候 好像已經把你 最核心的創作過程 最core artistic touch 那部分 都交了給別人 是啊 是啊 我明白你說的 就是這樣 這真的是媒體裡面的特性 因為那個process 其實是很多possibility 就是 但是那個possibility 是你 當你有一個idea的時候 其實已經困住了你 不讓那些possibility 發生 而如果你去找一個人 幫你去寫個program 的話 你來來去去都可能 只是想像到那樣東西 但是你 不會知道 其實 還有很多possibility 你是可以選擇 就是你 可能你要跟那個technician 是要 就是很 嗯 要聊 或者他要給意見 或者是 可能他要part of 他也是part of 那個creative process 都不一定 就是 不是他 而不是你說A 然後他就要表個A 有些 就是 有些複雜的 情況出現 我覺得 所以最多只是找個人 跟你變成一個 一個creative partner 拍著這樣做 而不是 外套給人做 對 這樣可能會 那件事可能會 有些人比較多 就是 不會是 一加一等於二 這樣 因為 在一個 在一個 Digital的世界中 真的 有很多possibility 那些人就會覺得 那些人就會覺得 可能 你選擇這個 效果 是有 一些 的意思 但是可能 你的選擇是有一個 reason 但是可能 你不知道還有其他 選擇 對 就是要試出來的 對 對 明白 嗯 是的 那 我多回答 Caleb 剛才的問題一句 就是 通常要花幾個時間 是 depend上 展覽要何時開 譬如你剛才說 Dip Clancing 我很覺得 Dip Clancing 你是有一個期 是要交 那你由 這一刻知道 要做到展覽的期 就是那些展覽的時間 是嗎? 嗯 可能因為 又是新的材料 所以我還未 學會 如何 好像 其他 作品 可以 Fluently 可以再表達得好一點 我覺得 可能是有這個障礙 多過 那個時間 不是 因為我用了很多時間 去做很多 Testing 所以 可能那個 Content 方面 就沒有那麼 紮實 可能我覺得 這件事是真的 所以 亦都回應 Kalib 那件事 即是你試完之後 真的變成作品 變成展覽 但是 不等於已經試完 是啊 所以 要花幾個時間 這個真的不知道 因為 麻煩的地方就是這樣 無限的時間 和無限的三力 是啊 是看你 開發到哪個位置 就要在那個位置 製造一些想法 出來 嗯 所以 你學得多 你越學得多 你就多些東西 代入多 可以用 是啊 所以 都是累積那件事 好 其他同學 還有沒有想問 Koey 是啊 你聽完她說之後 你會覺得怎樣 或者純粹回應也可以 不一定問 我想跟你聊天 很久沒有說 哈哈 謝謝 我真的很開心 哈哈 我也要多謝這些同學 因為我們調了課 免得你搞到這麼晚 多謝你們 是啊 多謝他們 即是他們 一早起床 十點鐘要上課 平時不用的 我們平時不用的 我早上八點 起床上法文了 哈哈哈哈 都要 你好厲害啊 你 哈哈 但你一早上法文 都在Zoom 在面對面上 哦 呃 Zoom 都是Zoom 是嗎 嗯 我也是半桶水的 暫時 我也是覺得很難 你很厲害啊 哈哈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我 是啊 有沒有什麼想回應 問啊 現在還在Concordia University那裡 還是已經獨立的藝術師了 我畢業了 獨立了 但是呢 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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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間學校裡面 是部分 一個叫做 Topological Media Lab 的東西 那 我有一張卡 我還可以 access到他們的 resources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用給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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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以做這些的 嗯 還有 我踩單車 十分鐘就多了 嗯 不過 因為現在 COVID 因為現在COVID 它就關 還有 有些workshop 要關 要 所以 暫時 還未用得住 但是 但是 很托賴 我有 這些 資訊 不過它是 服務學生的 所以其實 暑假又會關 就是他們有些 就是 我要 有時候 他們很忙啊 有時候 可能 就是 我要 避免一些 peak的 時間 哈哈 但是 都會有 那些 家庭 那些 去支持你 如果真的 回不了學校 工作的時候 可以借你用 嗯 只是買 材料 就是 很簡單 就是 加拿大 其實 比起香港 有些 特別 不同的地方 就是 可能 外國 只有 有連鎖的 店 可能 買五金的東西 可能只有兩間 兩個公司 兩間公司 一間叫 Rona 一間叫 Home Depot 如果你要有什麼材料 你就去那裡 那 就 有時候 我經常都覺得 他們好像操控了 那個 那個價錢 而且 就是 沒有那麼多選擇 我很喜歡走 五金店 鴨魚街 那些 比較 獨立 的 攤檔 對 但是 如果 只有兩間公司 只有那兩間公司 他們選的 產品 就是 他們有的東西 就是 第三樣 就是 Amazon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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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 等 要等 要等 你 Amazon 等 一天 一天 兩天 但是 又 不知道 哈哈 還有 我也很佩服 有些 Media Artists 他們 真的要有 很多分明 因為他們的東西很貴 如果你又要做得快 的話 那你唯有在當地買的 材料 當地買的材料 就會比起香港 貴一點 再加上文件 這樣 所以 我還是要 很 HUMBLE 去做 其實 有點 FUSTRATED 但是 這條路是我選的 所以 唯有 就是這樣 因為 因為 我覺得 在這裏 住 我自己的 情緒 或者 我是比較開心 一點的 這樣 我 我覺得自己比較健康 一點 所以 都容易 平衡 賺錢 或者 作息 或者 平衡 做一些創作的 工作 我 都容易 平衡 但是 香港 很難 我不知道 如何 找到一個方法 令這些東西 都可以共存 而且 因為 香港 我未必有錢 可以搬出去住 但是 到了我這個年齡 我想有自己的空間 所以 唯獨 要來到這裏 我才可以 我才可以 有自己的空間 也很慘 所以 我也是在我自己住的地方 可以 做一下創作 想想一些 去擄手 概念 那 唯有 這個程度 再上來 歲了 opia 每天都要適應,又要學習語,但是我小時候都已經想去外國住了 所以呢,做藝術也是我一個,也不是夢想的,是一個令我可以抒發自己情緒的很好的渠道 我又很慶幸地給其他人的認同,所以我可以做 第二件事就是很想找一個舒適的地方 我的心理或者心理這些方面都可以符合到 我希望這兩件事我都可以達到 所以看到香港這樣,我都不是很開心 我當初離開的時候,我都沒有想過會這樣 所以,有時候又會想回來,做和大家一起並肩作戰 但現在,我有兩年沒有回來,所以就不知道究竟香港是發生的事情 但我有朋友在香港就跟我說,變得很重要啊,比較灰 收緊了很多 是啊,我可能想像到香港會變成這樣的 而且現在COVID,你是比較難回來一點的 因為回來的時候,如果你再回加拿大前後,其實要 一個月要打了疫苗才能回來,之類 嗯 但是,我有聽到一件事,Coei 雖然你剛才說,你是沒有一個宿舍基礎 或者需要一個宿舍基礎去做一件事 但是你剛才所說的意思,其實你都需要一個安身之所 一個身體的空間給你 而那個不是宿舍基礎也好,怎樣也好 但是都是需要一個這樣的空間 Mental space 我認為是一個 mental space 我之前就跟我的朋友一起住 就經常都覺得跟別人一起住 有很多東西要控制 不可以弄髒這裡 要馬上清潔地方 但是我自己住的時候 我想怎樣就怎樣 但是你這個 mental space 就是跟身體的空間 其實就跟身體的空間在一起 哦 嗯 嗯 我想也是 好了 我的意思是 都要懂得adapt 去到哪個環境都要懂得adapt 嗯 嗯 我自己去了加拿大讀書 尤其是因為天氣等等 我真的很冷 真的很冷 真的很冷 所以就很困難 會令到你很困難 而且我一開始是很不開心 但是就開始訓練到自己 很adapt 然後越來越困難 然後我就覺得很 就是我覺得 混亂到我自己這麼困難 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現在面對任何 逆境或者很不如意的事 我都會很快就站起來 就是我是 之前可能要很久 燈很久才能站起來 但是現在就是馬上站起來 繼續這樣 那又不用馬上站起來 我覺得可以給我一個緩衝的 也會的 衝個漂亮涼 哈哈哈哈 吃一頓好的才能站起來 也可以的 哈哈哈哈 因為你這番話 我覺得也是可以跟現在 聽的同學講 因為他們 他們都要做兼職的 養自己啦 然後 學校又可能沒有一個很好的 工作環境啦 家裏又不知道又沒有啦 很多限制都很困難 而Koe 剛才你分享的 其實就說 你要做工作的話 其實所有的限制 所有的困難 雖然在這裏 但你都會用你的創作思考 去想辦法去拆掉它 沒錯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嗯 很放棄 是啊 真的這個是 還有 工作有時候 例如 art work 是真的牽涉到 physical space 現在這一刻 或者這一兩年你沒有辦法做到 即是沒有辦法去到 即是沒有辦法去到 有這個 physical space 也好 那就做一些 輕力一點的東西 或者一些走位的東西 那些idea 有時候 就是你的條件去學之後 才會再回復你以前的idea 都其實不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是 要繼續做 因為呢 其實呢 我停了一陣子 可能因為 COVID 或者 所有的事情都慢了 我又要應付生活 這樣 然後 還有 又做了一個solo 又畢了葉 即是 想休息一陣子 覺得太 是 那真是完全沒有什麼 inspiration 或者沒有什麼 就是 很累 這樣 個人消耗了 個人乾了 Burned out 然後 現在 開始 開心 做很多 開始 開放了 然後 開始 繼續做 這樣 所以這件事情 沒有停止的 但我又會覺得 可能我之前 又會很完美化 一定要想到一個絕世的好端子 才會 開始做 作品 然後 現在 都會原諒自己 覺得 不要緊要 覺得這個idea 未必是最好的 但是 做了才會 有一些新的idea 在創作的過程 又會 得到啟發 這樣 就 樂觀一點 沒有這麼完美主義 所以 可能 看到我的作品 未必 一個作品 未必是 太 conceptually 未必是 最成熟的 但是 我都 OK了 算了 哈哈哈哈 又沒這麼說 因為 我想是記錄了你 當時的感受 而那種感受 在作品裡面 其實 記錄了在這裡 是重要的 因為 譬如說 2015年的Koe 和2021年的Koe 已經是兩個人 而你的作品 其實記錄了你 當年的感受 制御 個性 什麼都好 嗯 是 那 總會 總會 總會有些 好的作品 會出現 沒錯 好 那 今天Koe 我叫她過來 分享自己的 Media Arts作品 但是 越講越多的時候 我覺得很開心 其實我覺得聽到很多的東西 和我這個課程 就是香港這個課程 很多東西 包括什麼呢 你會講到 SCM的 讀書經驗 因為 我稍後會有一堂 會講香港的 藝術教育 會講不同學院裡面的 課程 之類 多謝你講了SCM的部分 已經 然後你會講 Media Art 以及 你會講 剛才你會講了 關於香港社會運動 因為其實下半堂 我會講 香港在 九七回歸前後 關於 Idenity 關於 Political Art 那些的作品 其實你的作品 已經有回應 組納到這個問題 然後 個人成長 對 如何面對一個藝術 如何走自己的路 在不斷的處境裡面 你會有怎樣的 對應的策略 至於此 亦是一個 career path 的分享 所以 多謝你 Koey Thank you 是啊 好嗎 我可以補充一點 可以 因為 之前 我現在看一本書 是關於新聞 傳播 可能 大家都很有興趣 就是 之前經常都狂跑新聞 或者是 Facebook 社交媒體 然後 我就在 我看 純粹是因為 我在想 究竟 為什麼 有些新聞 是 沒有一個 跟別人的 聯繫 好像很悶 你看也好 不看也好 為什麼我要 擔心 一個 譬如 尼巴嫩 爆炸 關我 什麼事 為什麼要 昨天麥西哥城地鐵 崩了 關我什麼事 是的 還有 那個新聞 他們本身 報道的方法 未必會令你 很有興趣 然後 本書提到 就是 那個 author 就是說 其實可能 他覺得 藝術 這件事 是可以 將新聞 這件事 我們用了 我們的情緒 去將 一些事實 或者我們 一些感受 去演繹出來 這件事 可能 就是 我看到 我啟發到 藝術的另一個價值 就是可以 以及 跟新聞的關係 是什麼 這件事 可能 我不知道之後 可能我也會想 鑽研這件事 因為 也是關於社會運動 這些事情 我也是在想 除了做一些個人的作品 究竟 之後 我 我 還在找一個 focus point 這樣 一個人 來到加拿大 但是 我仍然都想 聯繫回香港 所以 我還在找一個 什麼 我是一個 什麼 的 position 可以去 繼續 參與 或者不要忘記 我的 identity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 來了加拿大兩年 其實 我個人 是開心了很多 的確 但是 我好像已經 忘記了 又少少忘記了 那個 創傷 即是香港的創傷 我覺得 對於我來說 是很大件事 我為什麼可以這樣 忘記 就是 我猜得自己 的時候 又猜不到 一個民族 一個民族 這樣 所以 我其實 我講一件事 純粹是想分享 關於 藝術和 新聞的關係 我有一個 新的看法 所以可能 一件事 帶給了 如果說社會運動的話 可能 未必是 political art 就是 講到 為什麼 藝術和 社會運動 或者一些事情 社會的發生 有什麼 重要的 聯繫 就是 可能 因為新聞本身 人家看的時候 都未必 連接到 可能 要用藝術 吸引到 或者 紀錄 人民的 情緒 這件事 都很重要 或者 藝術本身 都是一個公民 是一個 citizens 那 他會用 創作的形式 去回應 正如你剛才 一開始 分享的你的作品 其實都是 這個角度 是的 好 期待你的新聞 媒體 社會 介入的作品 有展覽 就告訴我 雖然 COVID 我可能過不來看 但網上看 我都可以 好 好努力 好 那 多謝COE 講講講 已經講了兩個小時 好了 多謝COE 對 各位跟我說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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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K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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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 offline 沒錯 你 offline之後 看看你錄不錄到你那段 OK 拜拜 拜拜 謝謝